哈囉,我是小獅,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要來跟你分享我在米蘭旅行的時候都吃了些什麼 今天早上我們趕著要去米蘭大教堂裡參觀 所以就在沿路上的超市裡找了食物 店員的英文不是很通 所以我們是看著麵包牌上面的過敏標誌來選麵包的 這應該是番茄佛卡夏小麵包 還不錯吃唷 中午呢,本來以為可以很隨性的找地方坐下來吃飯 但由於我們對地方不是很熟 而且又看不懂義大利文 最重要的是我們竟然忘記了今天是萬聖節 很多餐廳都被訂滿了 所以我們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地方坐下來 超市裡的超市裡 這道料理就有點有趣了 我們以為點的是漢堡 但來的是一盤健康創意料理 其實還蠻好吃的 甜點我點了 還有提拉米蘇 偷偷的告訴你 我在來之前其實就立志要吃遍所有米蘭的純素提拉米蘇 聽說比較像是香草布丁 下午飄起了一點雨 我們決定找一家咖啡廳坐下來休息 來杯卡布和熱茶 讓身體都暖了起來 那既然都坐下來了 我們當然就忍不住的點了一些餐點啦 我們點了鷹嘴豆泥配烤薄餅麵包 還有這碗超級超級好喝的南瓜湯 那這個是日式豆腐料理 晚餐我們找了一間義式餐廳 在義大利大部分的餐廳都會提供免費的麵包 讓你做享用 Dominique點了全麥薄餅披薩 上面有朝鮮雞、黑橄欖、蘑菇及純素起司 我點的是一個有點像可麗餅的料理 這是我第一次吃這樣的料理 我覺得口味上其實還蠻特別的 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還搭配了店家自己釀的白酒 和食物超級的搭 我們要吃冰淇淋 這是冰淇淋 這是冰淇淋 天啊 我真的太開心了 你這個 謝謝 我們要看見你 耶 來義大利就是要吃冰淇淋啊 雖然外面有點冷 我鼻子在在過敏 他們點的是芒果口味 然後跟這個 然後那個餅乾跟什麼 堅果之類的 我看不懂那個義大利文 試試看 請告訴我你不喜歡 那你會吃嗎 我在義大利的超市找到這個洋蔥小餅乾 覺得還蠻特別的 味道還不錯 午餐我們來到Flower Burger 這是一家連鎖的漢堡店 在米蘭的很多地方都有分店 他們以繽紛的漢堡為名 今天我跟Dominix嘗試的是Flower Burger 還有Spicy Chirchill 不太確定是不是這樣子唸 麵包的部分非常的鬆軟 非常的好吃 那漢堡排的部分呢 並不是像Beyond Meat那樣 會有肉的口感 是比較沒有加工過的那種 豆餅 豆排的樣子 所以吃完之後 我覺得身體是蠻舒服的 沒有像吃完垃圾食物之後 那種厚重沉重感 甜點又來到了我最期待的提拉米蘇啦 Dominix覺得這個蠻有提拉米蘇的感覺 但香草的味道壓過了咖啡味 所以他稱這個叫做香草提拉米蘇 我們都覺得這個還蠻爽口的 是那種會想一口接著一口一直吃的感覺 我發現啊 在義大利的咖啡廳比較少使用燕麥奶 至少這次我來義大利的時候都並沒有找到 但一定都會有豆奶 我其實是個很討厭咖啡加豆奶的人 但因為找不到燕麥奶 所以就只好再給豆奶一次機會啦 沒想到這家的豆奶卡布奇諾真的超級的好喝 奶泡超厚超綿密 有點像在吃甜點的感覺 我最後還忍不住的加點了一杯 完全顛覆了我對豆奶卡布奇諾的印象 晚餐呢和我們的義大利好朋友見面 他告訴我們 在義大利很多的餐廳都是可以用問的 或是請廚房幫你特製純素的料理 像是Dominic今天晚上吃的 蔬菜橄欖油義大利麵 就是完全沒有在菜單上的 就連今天的甜點都是廚房特別幫我們製作的唷 我們住的飯店其實就在義大利的中國城旁邊 那愛喝珍珠奶茶的Dominic 當然就不會放棄這個好機會啦 這家店不只有賣珍珠奶茶還有賣麵包跟甜點 他們的麵包甜點不知道為什麼讓我想起了台灣 讓我超想回台灣吃台式的麵包的 今天中午Dominic要帶我來享用Find Dining 這是一間舒適為主的高級餐廳 所有的餐點都是用原型食物普出而成 沒有過度的加工 沒有過度的加工 但是當然很精靜的 但是更新鮮光 買什麼食物和飲料 多新鮮光 多新鮮東 I just sleep walk I just sleep talk That's all I got What can I say with a million things I can't erase None of people I can't save I just sleep walk I just sleep talk Don't wanna wake up I'm not gonna sell you We're re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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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逮到機會 和我的友人再多喝了一杯咖啡 他推薦了我们这款义式纯素肉片 我真的完全没有夸张 这是我跟Dominic吃过最好吃的纯素肉片 That's how I imagine it actually Yeah right wow Jo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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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开封就立刻被我们秒杀了 Good 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 这次来到意大利我就信信念念的希望 可以找到纯素的开心果口味冰淇淋 没想到真的让我如愿以偿了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超喜欢超好吃的 如果你还没吃过一定要吃吃看 我发现意大利人想要晚餐的时间真的还蛮晚的 像现在是晚上7点 我们就是餐厅里唯一的一组客人 等到8点过后餐厅才会开始慢慢的有人潮 而且餐厅通常都会开到半夜12点 蛮特别的吧 我们非常的喜欢这间餐厅 长出的是一对母女 她们说她们早在30年前就开始开餐厅推广vegan了 这对母女真的非常的可爱 还跟我们小聊了一会呢 我超级的爱这家提拉米苏的 最后还忍不住的多外带了一块 今天在我们前往Como Lake之前 我们来到了一家蔬食超商一探究竟 我在这家店里看到超多不同口味的纯素起司 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把这些意大利的纯素起司都品尝一遍 可惜啊 因为行程还有时间的关系 在这次的旅行当中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吃到 但相信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好幸福哦 这家餐厅非常的陷阱 菜单竟然有一台iPad 而且每一道餐店里它都有标注非常清楚的过敏源 还有配件的酒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我的意大利脚里面包的是南瓜馅吃起来很爽口 雪兰Dominique的千层面看起来好像白白的 不是很厉害的样子 但口味其实真的超厉害的诶 可以吃比较多了 在家里面看起来 5分钟 接下来 吃准备小的 5分钟 看起来 它用冰蛋 吃准备小的 然后就 tamper 就弄好 吃一点 吃准备小的 这咸3分钟 是不行 我想學學義大利人 用Espresso來做個收尾 但是呢沒有想到實在是太苦了 我的天啊我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呢結論就是 我還是喝卡布奇諾就好了 Alhambra是我的義大利有人極力大推的一間店 店裡面雖然暗暗的 並不是一間很起眼的店 那點餐的方式呢是有點像是自助餐 最後是以秤重計費 但我必須說這家店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啊大家都跟我說這裡有著 最好吃的純素提拉米蘇 所以我當然就要來炒勝一下啦 可惜啊當天晚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趕去電影院看 所以最後提拉米蘇只好打包外帶了 今天是我們在義大利的最後一個早上 吃著大家說最好吃的提拉米蘇 享受著這美好的義大利早晨 真的是有一點捨不得回家的感覺了 Dominique也說Alhambra的提拉米蘇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但其實我心中的第一名還是 Laco Rubrina的提拉米蘇 可能是因為我個人不是那麼的喜歡 太多鮮奶油的感覺 所以Laco Rubrina的提拉米蘇對我來說就剛剛好 那這款的肉片呢 嗯其實還OK 但就是很可惜它沒有像我朋友介紹我的那一家那麼的好吃 我到現在都還心心念念的那款義式肉片 以上呢就是我在米蘭的十季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之後你有機會去到米蘭 也別忘了吃吃看這些好吃的餐廳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